黑衣男子走在路上 突然间加快脚步 出拳往路人猛烈一挥 我超怕的 挨揍的学生真的傻眼 根本不认识对方 却莫名其妙吃拳头 整个人跌坐在地板上 不知如何是好 随机揍人发生在3月24号 晚间9点多 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五分谱商圈 不少民众都被突如其来的 殴打事件给吓坏了 当时高中生下了课 走在五分谱商圈 没想到突然有人正面挥了他一拳 他整个人吓坏 跌坐在地板上 无辜回头望着嫌犯离去的背影 怎么也没想到对方 竟然是因为和女友吵架 才把气出在自己身上 情侣起口角进殴打路人 警方调查19岁的黄系男子 依次是和女友吵架起争执 路上遇到这名无辜的灵性学生 直接开扁 导致对方脸部磋伤 男子打了人还不慌不忙 往巷子里头走 警方调查 荒信嫌犯没有前科 就住在案发的五分谱商圈附近 远景干净掉电眼追人 一个小时内 嫌犯的舅妈就带着失控挥拳的男子 到派出所投案 只不过是因为和女友起口角 就朝路人挥拳 就算再怎么后悔 也要单起伤害最嫌 记者华少平旅警台北报道